我覺得第一個 如果因為這個議題 可以促成公投法的修正 那麼因為過去的這種 政治的壁壘 而導致說 公投法可以因為 這樣子的一個社會議題 能夠回歸一個比較正常的修法 那麼我就應該要認真的 去思考修改公投法 第二個就是說 我認為蔡英文 我相信她是支持同志婚姻 可是沒有想到 民進黨執政過半 民進黨裡頭有部分的委員 他代表台灣所謂的進步的價值 所有所謂的進步的價值 他都一概照單全收 可是當今天 他成為國會的多數 他必須要付諸實現的時候 社會裡面不同的聲音 保守的力量就會反彈 因為以前你們沒有變成真的 只是大家講講講 可是當今天 你要變成現實的時候 不同的聲音就會出來了 那麼在這個時候 民進黨就面臨了一個困難就是 他沒有想到說 反彈的聲音會這麼的強烈 他也沒有想到說堅持的人 他的期待這麼的高 他已經不願意打折了 蔡英文被夾在中間的時候 結果 民進黨裡頭 非常大的一股支持的力量 不只是這個社會一半一半 民進黨裡頭 非常大的支持的力量 是來自教會的力量 是來自基督教 長老教會的力量 我認為蔡英文在這個時刻 她身為一個政治領袖 她很難一意孤行 我覺得她很難這個時候 去兌現她選前對這些人的承諾 你可以看得出來 蔡英文其實是認為說 是不是可以比較務實的 透過修專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因此就會變成是說 當她不敢去表態 這個議題就越燒越烈 那麼在這個時刻 領導人不願意冒險 去做這樣一個決策的時候 這件問題就會延燒下重 油美女就是你知道高興 衝昏了頭了 就覺得什麼都可以過了 這時候趕快通通拿出來過 自己功勞很大 她沒有想到是捅了一個馬蜂窩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是同一個社會 我們希望同志婚姻的人 也能夠融入這個社會 而這個社會的現實 就是有一半的人 是有疑慮的 是有保留的 公投是一個好的辦法 公投投什麼 投要不要修民法 如果說不過了以後 對這個運動的挫敗 會不會更深呢 我覺得領導運動的人 可能要更務實的 去思考這些問題 所以剛剛賴老師講的是沒有錯 身為一個領導人 你既然選前 長期支持這個議題 沒有在這個時候 Q的理由 到底是誰激起了社會 這麼嚴重的反彈 如果你是真心的 你不是躲起來 不然你就是要提個辦法 然後你蔡英文你也可以說 好 那我覺得我們來公投吧 你也可以 可是如果你蔡英文 不表態說要公投的話 未來會公投嗎 還是你又變成拖拖拖 拖到一個不知道何年何月